你們對這個李錦記舊雙標有沒有印象呢? 這個雙標早在六十年代開始使用 1988年,李錦記慶祝創立一百週年 推出全新雙標 紅橋設計象徵李錦記醬料 是溝通中西飲食物化的橋樑 而獨特的紫色字體 即是代表李錦記的永遠創業精神